温班亚马在双撒太阳以后 他他妈又飘了 重新开启了风筝流打法 痴迷外线浪头 根本不往内线走 本场比赛对阵猛龙 仅在内线命中一球 投篮分布突出一个浪子 你要对比他跟太阳第二场的投篮选择 简直判若两人 你那么大个个子 那么长的胳膊 就应该利用好自己的优势 努力攻击禁区 而不是在场上cosplay堂斯 堂斯现在都他妈躺尸了 跟臭药饭的差不多 混吃等死不求上进 千万不能学他 当然了客观上来讲 打太阳文班内线乱杀 与太阳内线的防守能力低下也有关系 太阳的内线努耳机席 江湖人称铁范物 进攻黄有手 防守全靠斗 人见人欺 人见人坤 今天打个他妈活塞 都能刷出个四中一 我深度怀疑怀王怀斯闷上了 都能给他坤出汁来 奈何怀王做人场量 生平不展老幼 放了优速服一码 所以文班撒爆太阳那一下不算本事 今天对上猛龙就没那么好打了 猛龙西卡虽然已经半缠 但2米16的巨灵神博尔特尔 还是有两把刷子 而且他还是马次前任中锋 属于是文班的老前辈 今天博尔特尔全场十头八重 砍下16分石板的两双 打得非常亮眼 你再加上巴恩斯和阿诺诺比重旁吸道 搞得赚眼狼打得十分别扭 全场16头只有7中 尤其是下半场合计5中1 也正是因为他的招高发挥 马次挥霍掉了半场19分的领先优势 被猛龙拖进了架势 最终加斯赛三二截 产招主场失利 复盘全场 马次输了猛龙7分 但文班亚马在场的时候 合计输出去16分 可以说他的负面贡献 要远大于他的正面贡献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文班亚马打得好了 拼命吹 打得一般就用放大镜找优点吹 打得烂了就用显微镜找优点吹 完全没有人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 看穷死三年 我都没有见过被舆论如此捧杀的人 请见儿 好好努力吧 想称为嗨味 你得春度 还怨怨不够 请不吝点赞订阅